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着嘲笑的语气说了声 兄弟 你这大众下来得十几万吧 平常买菜还好使不 这位大众男呢 也没有说什么 冷笑了一声 就带着老婆走了 故事说到这儿呢 估计各位都猜到了 这款车呢 就是和奔驰S 奥迪A8L 以及呢 宝马7系并骑同骑的大众灰腾 其实呢 灰腾发成这样的不傻 还真的不是第一次了 为啥那位同事要嘲笑说买菜车呢 大家都知道 大众一向是以泡瓦脸著称的 小到麦腾 中到帕萨特 大到我们今天所说的灰腾 十几万到几百万不同的价格 却是长着同一张脸 也难免呢 故事当中的这位老婆的同事啊 会认为是买菜车 不过呢 你单单的认为 有钱人拿着百万只去追求十几万的低调 那你就错了 下面呢 我来给你讲讲 它的内饰有多豪华吧 首先呢 灰腾的内部的软质材料啊 全部采用的是真皮材质制成的 坐在车内呢 就如同躺在了豪华沙发里一样 驾驶位的沙发呢 还带有按摩功能 是绝对的豪华商务轿车 不仅如此呢 车内装饰还采用了大面镀铬条纹和石木材料 比如呢 灰腾的方向盘啊 就是采用了石木和真皮材料制成 中间的空调出风口上呢 还带有着一块石英机械表 右侧装饰件呢 还用的是钢琴烤漆制成 如果啊 这样豪华的装饰呢 还需要做过多的解释的话 那么也只能说明你不懂豪车了 所以呢 在以后路上啊 看到了一辆不怎么起眼的大众 千万不要嘲笑它只值十多万 说不定呢 这里面坐着的实际上呢 是一个低调而又有内涵的老板呢 到时候啊 被笑话的人反而是你了 还记得说明天赔的时候 есерт的放选了 -至于是存在华皮材料制成 -至于刀下的 -至于是存在的 -至于是存在的